本次25届成都车展长城炮带来全新款车型 山海炮 诸所中之在皮卡界长城做的确实是非常出彩 而长城炮的名气在市场当中也是越来越大 这次车展给出了全新的山海炮这款车型 这台车确实目前还并没有更多的信息 因为在车展前一天都不知道这款车要来 目前全国各大地区 很多地方对于皮卡的一个限制解的也是越来大 很多朋友也把目光看向了比较实用的皮卡车型 那么这款车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 首先来感受一下这款车在整个的设计造型 炮系列的车型都比较宽厚 给人的感觉显得特别扎实成熟稳住的风格 这台车也是这种设计理念 中网市采用了非常粗壮的镀鸽进行点缀 而且中间的炮logo是比较巨大 非常醒目 当然了四周的度过也确实是非常宽厚的 作为一款皮卡车型 大灯的造型 这台车也丝毫不弱 那是采用了层栏叠正的一种寻衅见记的风格 整个前脸在设计上除了比较具有棱角感的线条 就是肌肉感的造型了 也比较符合长城炮一贯的这种雄壮 墙壮稳住那种风格造型 皮卡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比较实用化一些 而且现在皮卡车做的确实有时候比SUV还有精致 它的整个侧身也是采用非常具有肌肉感的一种设计的造型 目前关于这款车更多的信息还不得而知 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大家看一下体验一下 好吧 现在去看一下内饰 很多人看过了美国大片的一些皮卡 对吧 这款车它也是加入了一个上车踏板 至于之后能不能标配 就不得而知了 我觉得肯定不会标配的 我是1米8的身高160斤的体重 在这台车的前排 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 座椅的乘坐感受 舒适性 表现较为不错 丝毫不像我们很多朋友之前想象中的皮卡那么糙 皮卡一般给人的感觉比较糙 而这台车内饰很明显 它的质感豪华档次做的比较好 多种颜色拼在一起 有助于提升这台车在豪华档次方面的提升 而且配置较高 多功能方向盘 加入换挡拨片 皮质包裹 三辅士设计 手感方面 粗细也都比较均匀 它的仪表 目测来说 应该会是在12.3英寸的配置 让我们很多朋友没有想到 中控屏尺寸居然这么大 至少也是达到了14英寸的配置 它的贴台部位非常宽 而且各种物理按键设计非常大 也比较符合一款比较粗犷的一款车型的一种设计造型 比如说很多越野SUV也都在物理按键上设计比较大 再来感受一下后盘方面 还是我这个身高 在这台车的后盘 我们平常做的皮卡都比较糙 而这台车呢 它感觉就显得特别舒服 座椅比较厚实 先来看一下空间 像我这种身高头部空间 勉强是一拳 其实这种空间已经是属于比较大的了 这款车它的副驾座椅还给出了老板件电动调节配置 像后排出风口 以及座椅的通风加热 这台车居然也给出了 这一系列的配置是我们很多朋友之前没有想过的 应该是属于顶配版本车型吧 但是不得不说 第二排的座椅确实比较厚实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二排的座椅还支持座椅的电动调节 虽然说这款车它并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 但是不难发现 从它的内饰看起来 丝毫不会输给一款SUV车型 配置确实比较高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些小亮点 为什么占这么高呢 主要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个后箱的一个表现 暗藏乾坤 它的整个尾箱是分为了三个部分 一个大小的 一个大的 这个做案例 它的开启方式是这边有一个黑色的小点 我们按键一下 就会自动打开 里面是采用液压杆的 而且整个的储物空间确实也是比较大 这里它是属于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开启方式是在这个位置 中间同样一个黑色的小点 也是按一下 这个后面是比较偏大的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么高这么大 怎么放东西呢 不用担心 因为它后边的门并不是这样放倒的 而是中间分开的 这样在拿放东西 从这里一看 它的拿放东西的便捷性 是不是也都提升了 这款车呢 它也是注重的是一款比较驾驢的车型 所以说整个的配置方面较高 内饰质感较强 而且呢 它整个后备箱储物空间较好 只不过给它隔开了 也是方便于我们的实际使用 那么对于这款车 动力方面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可以参考长城旗下这么多车型的一个配置 应该会有2.0T版本车型 应该也会给出汽油版或者是柴油版 或者应该也会加入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可能猜测这款车会不会采用3.0V6缸 纵直布局9AT动力总成的一款动力的 目前呢还不得而知 所以说 这能放在我们以后再说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长城的山海炮还有什么看法